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和平稳定的事情 由于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 日本的军事安全动向 一直备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日方应当切实反省侵略历史 摒弃搞军事安全小圈子的做法 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美方如果要将所谓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潜艇计划 与台湾问题相关联 亦于何为 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 坚定不已 任何人都不应低估 也不应误判 美英澳都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方 不应干预有关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争端的努力 近期南海局势紧张 地区对抗加剧 与美方拉拢盟国的所作所为脱不了干系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和当事方 已经并将继续为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中方敦促美方反攻自省 停止拱火交游 停止攻击抹黑中俄正常的国家关系 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 中国是记录最好的大国 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公论 美方没有资格对中国品头论足 他这种言论是非常危险的 美英澳建立所谓的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本质上是通过小圈子的军事合作 来挑动地区的军事对抗 是以别人的不安全为代价 来追求自身的安全 只会让本地区 面临更不安全的局面 任何利用相关军事合作 介入台湾问题的企图 都是干涉中国内政 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危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坚决反对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 在涉台问题上谨言盛行 根本质 bug 让鸇右诊 長江胎 虚湿 常 coun不想 effectively 还是 oval 第arru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